那我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一下OneNote的測驗題型 因為這個在互動裡面很重要 等於說我們整個課程如果同學要用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比較方便的 我老師可以知道同學的比如說你的學習的情形 那這裡有很多種 首先我們看第一種叫練習題 各位知道練習題是什麼意思嗎 不斷重複練習直到過關為止 這叫練習題 所以你可以回答N次 來 你看一下 這一種 你進來之後 會先有一個所謂的單元說明 它會告訴你說 你像我這題我的設定就是 一定要百分之答對 裡面只有我記得是四題 一定要答對才行 那我們三題了 了解一下 開始測驗 進來了 你看老師的題目可以有文字也可以有圖片 那你看是哪一個 對不對 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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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之後怎麼辦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你就把它送出 但是我剛剛講過 要百分之百三題都答對才行 所以它告訴你 抱歉喔 重新做答好不好 你就可以做第二次 這樣清楚嗎 這種叫做練習題 第二題也是練習題 這個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欸 請問二十四節氣 到底是 農力 還是 揚力 這個 反正等一下你回答 這個答案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 答錯的越來越多 昨天 前天我禮拜三 是去嘉義縣的宣信國小 因為人家是國小老師 答對率非常高 但是到了大學 我知道 一定會下降 這樣了解 一樣提交 再來 另外一種叫投票題 這幾個 這三個都是投票題 好 看一下 哪一種味道不是舌頭上的味覺 好 這裡啊 酸甜 苦辣 鮮 辣 鹹 哪一個不是 單選題而已喔 我沒有考多選題喔 而且我考的是不是喔 對不對 我考的是不是喔 這個你自己慢慢回答 然後呢 這都投票題啦 再來 還有一種 塗鴉題 塗鴉題 也就是說 我就不要你單選副選啊 直接你跟我講 用畫的給我看 有聽過油門感軍吧 胃有兩個門嘛 一個進來一個出去對不對 阿到底是上面這一個 還是下面這一個 你把它畫好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提交 嘿 你畫好就提交 你也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當初怎麼畫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所以如果錯了 你就把它清除一下 把它清除 反正好了就提交出 所以 OneNote在這邊 塗鴉題也是不錯的 另外一個 這裡 剛剛那一題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一些綜藝節目 在影片裡面 答案 不是 題目就在影片中 那一種 你看一下 我上面有寫喔 題目 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在這裡出現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一下 請問你們老師在給你們看影片的時候 會不會有老師就問你影片裡面所提到的一些問題 你們老師應該不會全部都是放電影給你們看吧 蛤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他會放應該是有他的理由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考你 那你看喔 我就先跳到這邊來 好 在這裡 過來一點點 OK 來 現在時間快到了喔 來 這邊題目講完 平常如果不是用這種方法 老師很辛苦 因為他必須要自己記得 那個題目應該在哪裡的時候 我要按暫停 然後來問同學 但是現在咧 不用了 有沒有 直接就出來了 時間到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看的速度不一樣 好 那所以 如果你去回答這個 抱歉喔 答錯了喔 要答對才能夠繼續看喔 哈哈 所以這個是one note另外一個特色 請問你影片可以出多少題 你覺得可以出多少題 有同學要在白板上回答看看嗎 哈哈哈哈 你覺得可以出多少題 有沒有要回答看看 反正你是誰我也不認識啦 你就盡量化沒關係 無限多很多題 這些都對 這樣了解了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能夠出50題 同學回答那第三題 就不想再玩了 老師你自己慢慢回答 後面47題 我就看影片就好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一段影片你給他問那麼多題 他不是要很麻煩嗎 所以平常我們比較不會問太多題啦 反正重點到了就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你如果真的回答正確的 答對的就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好 那就這幾題先給各位玩玩看 好不好